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什么方法来保护这个环境 所以第一个他给我们的内容是 在循环 当然在考试里面是没有华语字给你的 可以吗 所以你要自己可以明白得到这个题目他在讲的是什么来的 然后呢大家欢迎这四老师额外打进去给你们的 ok 所以你就可以更明白这个题目到底在表达什么东西 所以呢第一个要保护环境的方法呢 第一个 recycling ok可以再循环 第二个种树对吗 plant trees ok 第三 you can take public transport ok 你可以去承搭公共交通工具 然后再来第四个呢 us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roducts ok 啊就是你可以去使用那些 呃在就是那个叫做环保物品 ok 那些东西都是不污染环境的 然后呢他是用那些 呃那种环保袋呀 ok 然后衣服啊 他是不是用那种chemical的东西来制造的啊 都有很多市面上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ok 所以你可以去看去shopping mall 你就会看到这些environmentally friendly的products 可以吗 这样before我们在写这个内容之前呢 我们想要知道 到底我们应该要把它分成多少段呢 有四个内容对吗 这样我们两个内容变成一段 两个内容变成一段 开头结尾各一段 所以总共四段 ok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内容的部分 所以第一个内容叫practice recycling ok 再循环 这样我们都是用这个point reason example effect来去写 但是呢因为这个作文的话呢 他是有两个point放成一段 这样呢我们就减少其中一个的内容 ok 所以reason跟effect 这样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去recycling 要去再循环呢 什么原因呢 ok 第一个 reduce waste ok 因为我们在循环我们就可以讲减少垃圾 在循环最大的目的就是把东西再拿去制造过 然后呢再把它变成一个新的product 对不对 这样就可以减少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垃圾 ok 这样我们的地球上比较少垃圾的话会有什么effect ok 所以呢 你可以讲呢create a pollution free environment 没有这么多垃圾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污染 对吗 所以呢这个题目呢 你都可以用一些很平常的很common sense的方式来想到它的内容 ok 然后再来下一个plant trees ok 就是种树木 对吗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种树 第一个 pureify the air 就是我们要净化空气 啊 这个呢就是树木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吸收那个carbon dioxide 这样这个就是我们吐出来的 这样它们就吸收 它们再给我们oxygen 对不对 这样今天树木可以把我们吸收很多的这些carbon dioxide effect是什么呢 ok 这样我们的effect呢 就是我们可以 ok reduce global warming 可以减少全球暖化 天气不会变得这么样的热 明白吗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内容 当然老师给你这个参考 如果你自己呢本身想到别的内容其实都可以放进去的 但是最重要呢在考试一定要有一个concept在写作文先 就是你要想到内容到底可以发挥的是什么 然后再把内容整个作文呢把它写出来 明白 ok 再来下一个 take public transport ok 就做承担交通工具 ok 为什么呢 ok 因为它可以呢 减少这个废弃对不对 因为车排出太多的废弃了 this is because car emits harmful gases to the environment 对吗 所以你做public transport就减少这个车的数量 马路上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车辆 还可以看到吗 ok 这样example呢 我们可以做什么bus啊 train啊 MRT啊 这些都是属于public transport ok 所以我们做了过后就可以减少这些废弃的排出 可以吗 然后再来 ok 最后一个内容 us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roduct 用这些 环保的产品 ok 比如说有什么环保的产品呢 use tote bag instead of plastic bag 我们尽量就少用这些plastic bag 好像最近有一些百货公司啊 shopping mall这些啊 其实它都开始呢没有再提供plastic bag了 如果你要的话 你要付一个20cent 对吗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带自己的环保袋过去买东西 然后就放进去环保袋里面 ok 这个叫 tote bag 或者是recyclable bag 都ok 好吗 所以再来effect什么好处 will not create waste 或者是你可以讲 because plastic bag is non biodegradable ok 因为这些plastic bag啊 它不能够腐化 所以制造很多的垃圾在我们的环境 那个plastic bag啊 是需要 好多好多年了才可以腐化 ok 它很难才会腐化 如果今天你在这个泥土下买下一个plastic bag对吗 在10年后20年后你再去同样的地点你要做记号啦 同样的地点再挖一挖 ok plastic bag在里面其实没有 没有说腐化到很很严重 都还可以拿出一个plastic bag在那个泥土里面 ok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危险性 越多就越不好 对环境上的污染 ok 然后呢 将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段可以怎么样写 第一段是教你们写哦 ok Environment is a place where human as well as Plants and animals live It is as necessary to keep our environment clean because It supplies natural resources to all of us In the form of air Water and logs 看到吗 所以呢它提供我们很多天然的这个资源 因为环境有空气 有水 还有这些树木对吗 天然的资源 In this day and age 在现今 Pollution is deteriorating 这个叫恶化 可以吗 或者是warsening OK Day by da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become the biggest challenge 如果你不要写 biggest challenge You can say that has become the biggest threat OK 威胁 T-H-R-E-A-T 它变成了最大的这个威胁 对于我们 所以这是我们的开头 第一段 可以这样子去 表达 好不好 这样第二段怎么写呢 OK第二段呢就是用我们刚才的这个point 来去造句 第一个内容叫做practice recycling 第二个叫plant tree OK 种树 对不对 都是给你们呢一个小小的段落 就是要是给你point form的方式 你要想一想要怎样子去把它造句 写出来 比如说这个呢 可能前面你要放连接池 然后呢才来写这个句子 对不对 OK可能你可以post这个video 然后你自己尝试想一下 第一个practice recycling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然后怎么勒 可以cut down这些waste product 然后therefore a clean OKpollution free environment created 叫做制造出一个没有污染的环境 然后第四个呢我们可以种树 plant trees 为什么呢可以净化空气 然后又可以减少全球暖化 所以在这个部分上 你可以尝试的去写一些这个句子 然后看你在造句方面的能不能够 把你明白的华语句子呢 变成一个英文句子 这个很重要 OK 你可以try啊 OK 当然 你可以poster 然后呢 老师这边呢再给你下一个段落 OK下一个 不是下一个段落 就是这一段可以大概怎么写 OK老师教你一些 然后你可以讲 OK first We should practice recycling in our daily lives This is because recycling can cut down the waste product 其实造句呢是不难的 你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学起来 简单造句都可以 最重要是你要有这个内容 Therefore a clean and pollution free environment will be created 将会被制造出来 可以吗 然后下一个呢你就写下一个 连接词 We can also plant more trees 我们也可以种更多的树木 然后就写了为什么呢 OK Trees play a role to purify the air 他扮演这个角色来进化空气 OK Through planting trees It can reduce It can definitely reduce Global warming Around the globe OK啊你可以自己这样尝试去造句 老师给你一点concept好不好 你慢慢学你一定是可以学会这样子去写这个作文的 OK 可以啊 然后第三段就是有这些内容对吗 刚刚老师教了一段 这段其实也不难写的 这一段呢 OK老师给你一个小小的挑战 OK Do it yourself 你try一下 尝试一下 其实呢他真的不难的 他真的不难的你就打开这一面 写着 看着这一个内容 然后就写他的内容 写成一个作文的段落 OK写成一个paragraph 是不难的 好不好 然后再来第四段给你的挑战叫 有grammatical error在里面 In conclusion environment pollu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biggest trade 看到吗 威胁 to earth we the occupants of our mother earth should be responsible to preserve and conserve the environmental in order to create it a clean and safe environment stop pollution is the best solution 看到吗 这个段落的话呢 它里面有grammatical error 你尝试找一找先 你才看老师的答案 因为老师接下来会跟你讲那个答案 但是你先post 然后呢 你再自己写一写 到底你看你找不到多少个错误 然后你才接下去听老师接下来讲的答案 好不好 可以吗 OK 这样下一段啊 OK In conclusion environment 要换成environmental pollution 叫环境的污染 environment是名词 environmental是形容词 这个词性上的部分你们一定要会 has become one of the 其中一个 我们一定要加s 可以吗 其中一个在这么多里面的其中一个 OK 所以我们要放 one of the biggest trait OK 叫做威胁 to earth we the occupant of our mother earth should be responsible to the后面方 原词 to the后面方 原词 这个一定要会 to preserve and conserve 因为and 前后的磁性都要一样 to preserve and conserve the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create a clean and safe environment 看到吗 他图后面也要放原词 stop pollution is the best solution OK 这个部分还可以明白的到吗 同学们 其实他没有很难 你有没有发现了 OK 他没有到很难 所以只是改几个grammar错误 希望你有找到 全部的错误 这样代表你的grammar 还不错 如果你没有成功找完全不错 没有关系 你把它学起来 好不好 所以呢 老师也希望你英文的可以慢慢 一步一步的去进步 然后呢 要记得 英文是不难的 难在于你不够坚持 OK 所以你要坚持去每个星期都写作文 每个星期都去学英文 然后呢 这样你的英文才会有进步 因为深字是需要靠 长期 越雷的这个 你看到 接触到这个字 你才会比较有印象 如果你只是看到一次而已呢 你很难去记得这个字 好吧 所以希望呢 大家都可以一起进步好我们的英文 OK 所以呢 谢谢你看了老师这个影片 希望真的有帮到你 所以呢 我们 下次再见 好吧 OK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